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张耿辉 以及民进党极限议员刘建国 日前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张耿辉 不仅遭到指控涉及会选 而且民调也落后于 多党参选的张辉元 以及民进党提名的刘建国 这让国民党内部忧心忡忡 党主席吴博雄 以及行政部门负责人吴敦毅 都倾全力帮张耿辉站台拉票 民进党方面 为了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党主席蔡英文与李秀莲 谢长廷 游锡坤和苏贞昌 都特地南下为刘建国助选 有评论认为 云林县立委的补选 虽然被定位为地方选举 但是也被视为是 年底县市长选举的前哨战 如果国民党候选人不能胜出 这不仅冲击到 马英九当局的执政基础 也为年底县市长选举 投下了不利因素 更将牵动马英九的改革成败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赖议员 就是云林县的这席立委 是怎么控出来的 为什么要进行补选呢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次云林县的补选 主要是因为立委 云林县第二选区的立委张硕文 因为在民事判决 当选无效定验 所以因此他就上市立委的资格 因此根据公职人员选拔法 第67条规定 就要进行补选 那因为在张硕文 在选举的时候 2008年选举的时候 因为有涉及到汇选的部分 在刑事的案件里面 被检察官侦查起诉 目前地方法院也判刑5年8个月 可是一个重点是在说 张硕文在这个刑事的案件里面 并没有因为汇选被起诉 但是在民事的当选无效当中 法官却已说 你爸爸帮你买票 你一定知道 所以就判他当选无效 所以因此导致张硕文立委 他也觉得非常的不服气 所以才会种下说 为什么这一次在云林县的补选 他要变成是他父亲 带他出来 要来跟张耿辉来搅筑 这个大概是他前面的历史的一个背景 我作为一个说明 那郑教授 我们看到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都对于这一次云林县的立委补选 非常的重视 那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甚至说这次选举 不仅关系着云林地方政治的发展 还关系到台湾民主的发展 郑教授 为什么云林县立委补选如此重要呢 这一次云林县的补选 对于国民党跟民进党来讲 都可以说是输不起的一个选举 首先对民进党来说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重视呢 他有一个非常务实的考量 第一个民进党目前在立法院里面 他是处于绝对的弱势 在过去这一届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国民党在113席里面掌握了81席 另外亲国民党泛兰系的 这个立法委员呢 有五席 所以加起来呢 国民党占了立法院四分之三的席次 所以蓝营泛兰的这个势力 占了四分之三的席次 就使得这个民进党